我們看這一題 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這是一個無窮等理提示 當你k代1的時候 就第一項 就是3等1次方分之1 那你k代2的時候 就3等2次方分之1 3等2次方分之1就是3分之1的平方 代3的話就是3分之3次方 一直代 那如果k等m的時候 就是3分之1的n次方 那這個我們可以代公式 無窮等理提示有公式 就是1-公比分之首項 現在首項是3分之1 公比的話 這個比這個就是公比 就是3分之1 1-3分之1 到底下這個是3分之2 然後這個可以約分 3跟3約分 所以是2分之1 所以第一小題是2分之1 好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我可以把它分成兩項 分成兩項 第一項就是 k等於1到5重大 5乘以多少 5乘以多少 乘以3分之2的k次方 再減掉多少 3分之1的k次方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分成兩項 第一項 第一項的話 這個5可以抽出來 這個5可以抽出來 5抽出來以後 這7個馬 k等於1到5限大 3分之2的k次方 那這一項 那這一項事實上就是這一項 就是二分之1 這一項是二分之1 這一項呢 這一項也是能比 無窮能比級數嘛 就5乘以多少 乘以呢 公比是3分之2 1減到公比3分之2 那不是首項 首項就k帶1的時候是首項 k帶1的話就是3分之2 減到多少 這個剛剛算出來 這剛剛算出來 2分之1 這個是3分之1 3分之2除以3分之1 這3可以約掉 所以這是2 2除以2 就10 10減掉2分之1 2分之1 20減1 20減1就是19 所以第二小題是2分之19 2分之19 2分之19 這是第二小題 2分之1 1分之2 2分之2 4分之1 2分之1 1分之2 4分之1 感谢观看